今次分享的是清蒸石頭魚 看看材料 我今次分享的是蒸魚的小心 你買不到石頭魚用其他魚都可以 這個石頭魚我在某間超市買回來 買到回來時,它已經去掉了油毒的貝奇 以及癌癌殘殘的皮 現在就洗淨它 洗魚趕就很簡單,其實是很重要的步驟 因為洗得不乾淨,你的魚多漂亮都會腥 尤其是肚位,要兩樣東西要做 第一,你清去裡面殘魚的內臟 當然如果你看到有魚肝或者魚春,你都可以留起來 煮回來吃 第二樣東西就是清洗裡面的血 有些深色的血位,你一定要洗走 這條石頭魚的肚子裡深色的血位都不算多,都比較乾淨 總之整條魚,你的肚子裡做清潔 做得好就是 第一,去掉殘魚的內臟 第二就是 洗走所有的深色的血 基本上肚子裡就完成了 另外,其他地方都是沖洗一下他們 都沒有太特別的 小心,就是洗魚的時候小心一點 所有魚都是的,那些棋的比較尖的,小心刺傷自己 洗完之後,就把魚徹底的擦乾 真的要擦乾淨 又是肚位 肚位都要擦乾 這樣就不會腥 我介紹一下這條石頭魚 這個是超市的樣子,其實比較奇怪的 買到回來,那個人已經幫我去掉了 那個凹凸不平的表皮和有毒的背棋 那石頭魚呢 他就顧名思義,好像一塊石頭 就是剛才你撈了上來,他就這麼出眾而已 但如果你放回海底,他真的是一塊石 天性比較陰陰濕濕濕的 他會假裝石頭 然後就讓魚仔游過 不為意 那一游過他附近,他就會 將他的大口很快速 是很快速的,口也很大 那就一下子會吞掉那些魚 不要看他的樣子古古怪怪 但其實他的肉質是很鮮嫩的 嫩滑得來,也有一點實淨的 有一點彈性的 其實是很好吃的 還有他旁邊有兩塊很大的棋 那個位置都很好吃 那個棋也有很多肉,很好損 現在我紙巾的背部位 就是油毒的棋的位 亦都已經被人家清除了 最重要買這隻魚 叫那個人幫你清除旗 和清除外皮 如果店方不幫你清除 你去有毒的背旗 和溫了一層皮 我勸你不如不要買 因為石頭魚的背旗 是很毒的 是危險的 有人踩中石頭魚 是需要入圓的 準備四棵蔥 這些長的就用來放在底下蒸魚 另外切小段 就留一點用來做蒸魚豉油用 和主要 大部分,尤其是 白色的那裏 用來切 又絲 用來鋪在魚的面 最後淋滾油時使用 這個也是一個 超級大重點 為什麼外面的蒸魚這麼香 因為他們 會鋪生的蔥絲 然後尾尾沾油 蔥 被熱油辣發 半生熟的狀態 就會特別香 蔥絲切完之後 就放入冷水 浸泡5分鐘 然後 拿上來瀝乾 另外喜歡的可以再拍片薑 那片薑也是蒸魚時使用的 其實一些很新鮮的貴價魚 例如冬星那些 我未必會放薑 因為其實也不需要 其實不腥的 亦有個說法 放了薑蒸魚反而會令到魚更腥的 我就很幸運沒試過蒸了一些很腥的魚 分享一個說法 就是 舊薑不要 跟魚接觸那麼久 即是魚是蒸之前 才放舊薑在魚上 不要一直 把舊薑和魚放在一起 我亦一直這樣做 我真的沒試過 把舊薑放在這裡 跟魚放在一起 放很久 看看蒸出來會不會腥的 我又沒有試過 我一直都是把薑蒸 淋蒸之前才會跟魚放在一起 畫面已經看到了 我也是蒸之前才把薑蒸 放在碟底 然後把石頭魚放在上面 然後大火煮滾水 就可以把石頭魚放在一起蒸 這條石頭魚十一兩重 不是很重的 但它也比較厚 所以蒸夠10分鐘 全程都用大火蒸10分鐘就完成了 然後攪拌蒸魚豉油 其實我本身已經買了蒸魚豉油 少了很多東西 蒸魚豉油本身也有些鮮甜味 我加點蔥段 5湯匙的蒸魚豉油 1湯匙的 日本刺身豉油 再加2匙的糖 攪拌均勻 就可以拿去蒸熱 蒸1分鐘 我習慣在魚蒸好後才蒸 還有記得拿入微波爐的保鮮紙蓋著來蒸 不然會彈的 蒸完之後就只要點醬油 不要點蔥 如果你有芫荽都可以加上芫荽 一起蒸 10分鐘之後 魚蒸好了 看看它 嘩 高了 熟了之後高了 蒸完魚 碟底的醬汁 這次我就不要了 因為我加了薑 我通常就不要了 它的醬汁會有些薑的辣味 如果沒有用薑的 你可以考慮留回去 可以混合在蒸魚豉油 倒完醬汁之後 蔥和薑都丟掉 不要了 蒸完就不要了 它這樣按高 很不方便 我按一下 在架位下手 旁邊的兩個架位 這樣按 搞定 變了 但是小心一點 因為蒸完熟了的魚 是比較容易爛的 你就不要弄爛 按扁完 移回正 旗位就會變了 這個模樣 然後最後淋油 就用中大火 燒熱油 我先倒油在易潔鑊 然後就開中大火 記得用易潔鑊 先放油 易潔鑊 就不要乾燒 與此同時 就開始可以蒸醬油 在蒸醬油之際 也放在山的 蔥絲 在魚的面上 這個步驟 除非很趕時間 不然就不要節省 因為很值得做 你這樣放山蔥絲 在面上 滾油 而且你一早 放了蔥 和魚一起蒸 兩回事的香味 兩回事 如果蔥 一早放在同條魚蒸 不會有半山熟蔥的香味 半山熟的蔥是很香很香的 油滾了 大家看看淋下去的聲音 在這一刻 其實你這樣淋下去 你都會聞到 很香的蔥的香味 最後淋上這個 丁原熱辣辣的 蒸魚豉油 在碟底上 不要淋到魚身 淋在碟底上 這樣就完成了 整個清蒸石頭魚就完成了 石頭魚就不是經常有得賣 如果你撞到魚 就不怕它那麼奇茅不揚 絕對值得買來試 因為它是一隻 好吃的海魚 再說一次蒸魚四個重點 第一洗乾淨 尤其是肚子 抹乾 第二 蒸的時間 如果你不熟的 你問賣魚給你那個人 問他蒸多久 第三就是調一個 比較甜的豉油 第四就是鋪山蔥在面上 淋滾油 拜拜